PG的大師 我叫音色阿音 一開始會從事廣告設計轉到髮型設計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還很年輕 那時候就是看了一齣日劇叫做美麗人生 木村透在演的 那時候就覺得日劇裡面髮型師好收音 很帥喔 然後從一開始畫了一個髮型的圖 然後去做出一個完整的一個髮型 然後到了台上 然後去做一個整體的一個呈現 好像跟我一開始做廣告就是悶著頭 然後每日每夜就是在 在電腦前面就是一個人這樣畫著圖 會覺得好像這個東西比較帥一點 那時候一開始對於人 人 就光是人的這個能感上面 其實會有一點不足的 因為有時候你從一個比較平面的東西 或者是一個對象不是人的時候 現在突然一下子轉換為人 其實一開始會 要需要一段時間的 看了很多面或者是一定的經驗累積之後 才有辦法得到一個掌握 對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就開始試著就是 去看很多的路人 其實我覺得創意諮詢裡面 有一個風格的判斷 對我來說發揮非常大 因為我們必須先把客人分成幾種類型 然後不一樣的風格種類 然後再去幫他做一個歸類 之後再去挑選最適合他的風格方式 去幫他服務 好比像是創意諮詢裡面學到的一些風格類型 譬如說是當代啊 高級定制服 大地 或者是街頭時尚之類的 因為每一個人其實有不一樣的類型 讓他們喜歡的東西也會比較有所差異 如果說我去把這個類型歸類出來的話 在做現場的時候 我可以比較快速的去貼近顧客的需求 然後也可以比較容易 了解他們想要的東西可能會是什麼 這次就用了一個比較高明度的偏橘的咖啡色 它就算是橘色 一個是八度色的淡橘的咖啡 跟一個六度色的一個也是橘咖啡 在剪裁上是臉頰兩側會稍微比較有一點重量 所以我就需要用一些高明度的部分 來去把它擺在臉頰兩側跟牛海的部分 顏色上的部分其實 我一開始就在想 有什麼方式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那除了比賽之外 這樣子的方式也可以去很方便的利用在現場 所以我做的顏色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在做挑退的部分 挑染的部分我其實就是用片挑的方式去做挑退 到了上色的時候 只有分成髮根和髮中髮尾的一個 兩種不一樣的顏色 挑退的部分的話就是為了要提出它的高明度 然後上色的時候 其實高明度跟低明度兩個差異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挑染的區塊其實還是把它擺在大概前額跟兩側的位置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有說這個剪裁的部分 就是兩側會做一個帶亮的動作 那整個層次分布會是在臉頰的兩側 所以其實層次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最豐富的部分大概還是在兩側的一個紋理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顏色做在容易去 返回容易去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那其實在做髮片的挑染的時候 我是做了四個區塊 這兩個區塊就是大概是先向前 這兩個區塊是一個先向後 所以它是兩邊的方向是對稱的 那在瀏海在撥 在不管是左右撥的時候 都可以呈現一個比較自然的一個紋理 這個髮型的設定 我一開始就想說要以消道的技巧做拆檢 因為希望呈現一個比較自然的紋理 讓它有一點慵懶、豐盈的效果 那這個髮型其實很簡單 就只有一個分區 光圈分區 那在光圈分區以下的部分 另外在後頭部是以紙身的方式 然後做點檢的採檢 那在臉頰兩側 平行分區線 然後45度角提拉 然後一樣是以點檢的方式做採檢 那光圈分區以內的話 就是全部都是方側中分區 然後每一個髮片 以前一個髮片為基準 那是用削刀提拉至90度的方式 然後以一片帶著一片 做一個帶量的動作 所以呈現之後 其實前半段的部分會稍微比 後半段的部分更為 較有重量一點點 那削刀的方式、削刀技巧 其實我覺得非常適合東方人 因為東方人頭髮是比較粗硬一點點的 那如果用了削刀的話 其實很快速的可以得到一個 比較柔和一點的效果 其實在今年2015年來講 其實六七零年代的西皮風格 也是可以當成一個 被廣泛運用的一個流行的指標 對 在服裝選擇上 我使用了一個 比較大面積的連續的硬化 它的材質是比較柔軟 然後比較寬鬆一點 對 可能還會有一些 比較單寧的布料 然後會有一點流出的方式 對 然後去呈現一個比較 帶有一點慵懶 可是要符合我們現行的一個 街頭時尚文化當中 我從Malo身上找到一些 非常符合Bandhead的一些特質 很像是不受拘束 然後勇於展現自我 然後非常有辦法去突破 它現有的一個框架 對 然後當然還要搭配 爽軟的笑聲 然後活潑的 讓它能活潑的互動這樣 希望在同一個畫面當中 可以去做完整的呈現 對 那就是在一個面 可以同時看到正面 側面 和後面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我選擇了45度角 除了可以很像的看到 瀏海垂墜 也可以看到完整的側面 以及一點點的後頭部 其實我覺得現場設計師啊 非常習慣於做現場 其實做久了就會 容易去做自己習慣的東西 對 其實久了就會很難突破這個框架 那我希望藉由比賽啊 其實可以去多 嘗試一些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去建議自己 對各種風格的一個認識 跟熟悉度 那準備比賽的時候啊 當然從一開始完全沒有想法 到有想法 之後開始進行的時候 中間當然會遇到很多困難 那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你有一個想法 但是你不見得可以找得到 你要的那個東西 然後你說可能是配件 或者是服裝 或者是適合的模特兒 那這當中或許需要一點點小小的運氣 但是我覺得 你透過這樣子去收集 然後去摸索去認識 你可以 得到很大的成長 其實PG的髮型 有非常大的商業價值 它其實創作的目的 在於可以讓設計師 可以很快的去利用在現場的工作上 對 這也是這一次 提取數位創作大賞的最大的目的 呼籲各位設計師 一起來 共襄盛舉